各位靈異的同學大家好 今天要來分享的小撇步 主要是針對iPhone 6s及iPhone 7系列 那使用這兩款iPhone的同學 應該知道它有支援一個叫3D Touch的功能 但是好像很多人不太記得要去使用它 其實這有點可惜 因為3D Touch它其實還蠻能提高你的操作效率 讓你用手機用得更快速、更方便 那我這裡就先整理五個 大家可能比較常用得到的3D Touch小技巧 那如果你覺得還蠻受用的話 歡迎點擊影片右上角的資訊卡 裡面有文章連結 文章裡有分享了更多3D Touch的小技巧 希望能幫助大家使用iPhone用得更熟練 好,那我們就先來看第一招 控制中心底下的這四個工具都可以再用3D Touch 教出更多功能 比方手電筒、計時器、計算機、還有相機 都有各自的快速選單 在郵件上看到日期 3D Touch後可以預覽當天的行程力 並製作新的行程 在清單上3D Touch可以先預覽郵件內容 接著往右滑、標示遺讀 往左滑、刪除郵件 打字的時候在鍵盤上面按壓 它就會變成一個觸控板 接著你就可以在上面滑來滑去 移動郵表、甚至選取內容 拍完照之後 按壓右下角的小方格 就可以閱覽照片 放開後馬上回到相機繼續拍照 打開後馬上跟他 打開後馬上回到 已經廟了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